字幕提供 一年之前我们开了这家大骨酸奶捞 早上八点大骨要去批发市场净水果 一天用的水果差不多要十香左右 每天得用掉九香的纯奶 比较热烧的水果在旁边等 切啊切啊切啊切 感觉把这一辈子要烧的水果都烧完了 我和大骨十一点左右还是配餐 然后十二点就得出去了 因为送中午的餐 然后送到学校每个宿舍楼啊 或图书馆啊 这些定点取餐的位置 赶紧喊大家取餐 大家都觉得说他好活泼好开朗 可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他不停的找人说话 是因为他每天能跟我们说话的时间太少了 每天都要求你抱抱他 我们每天能够陪着他的时间 大概就是半个小时 等到他能跟我们说上话的时候 他也要回家了 不要不要往前走了 一整天里面最累的时间是半夜 最开心的时间也是半夜 因为只有到晚上 我们两个才能坐下来 有空讲讲话聊聊天 可是也最累了 因为站了一天太久 削了一整天的水果 手都好痛 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啊 有付出有收获 这种感觉还是很充实的 加油 感谢观看